這個建築堆是當初沒有保存下來 但是它是以一種 對 立面式保存 就是意象的 比意象還要多一點 或者是它接近一鏡 比意象要多一點 等一下我們有真正意象 會跟大家介紹 真正意象就是李春春後代 它這個就是意象 它是重建 然後用意象 但是它有把一些 這個泥塑的 這些舊建 或者是柱式 有稍微 在上面 重新 塑作在上面 但是大部分都已經 是改建過了 所以你如果要盤它的這個 建材的話 幾乎都是新的 但是它至少把當時候的 這個傳統建築的 這個一鏡的部分 為什麼講一鏡 它也比一鏡要少 現在大家看得到的是 Starbus的部分 也許等一下你們可以來這邊喝一下 不過我覺得我比較推薦的是 寶安巴士 寶安巴士比較有趣一點 這個Starbus它所在的空間 是以前它們的走廊 走廊的位置 所以真正的一鏡 它要再往裡面深一點 所以它大概就保存了前面 一層 類似提再多一點 有時候真的是比 像那一個有些建築 它保存的就是 外面的這個態度 然後把它貼一貼 把它的意象形成就好 那這個是經過都市審議的 就當初沒有保存下來 但是經過都市計畫 大家開會的結果 希望說讓這樣的一個建築的樣態 可以保存好 但是後面的開發就沒辦法了 就後面它是 上面它做的這個飯店 飯店的這個 還不錯的飯店 所以他們來使用 那這邊部分其實 寶安巴士現在也看準了一些 這個傳統空間 讓我們現在來談一下